今天三個小生去Camping 你看我們多有型 不型啊不型啊 團長雷Sir 你兩手空空沒東西拿的 你看我的背包 大得 我要專心看著我的天文台的應用程式 才可以保持遊營 團長雷Sir 果然是天文台的頭號Fans 我知道有部份營地是在沙灘附近的 其實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露營的樂趣 如果這個營地是在沙灘附近的話 潮值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每逢新月或者滿月的前後 水位是漲潮的時候一般都會升得比較高 如果這些日子在海邊紮營 睡睡下間隨時會被海水浸腳 沒錯 去露營 一定要去政府的指定露營地點 如果在海邊附近紮營 更加要留意潮值預報 當然要留意天氣情況是否合適 兩位前輩似乎經驗之談 是否之前睡不睡覺很濕 怎麼會呢 不要說到這件事 我們走吧 去露營 走吧 走吧 兩個小生快點跟著來吧 放下放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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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Sir 你帶我來露營 你真是負責營 不是啦 平時營開的是我 這次那麼辛苦 那我要看清楚你們紮營門口的方向 對不對 你以為團長這麼容易做的嗎 我知道 一般來說 帳篷的門都要面向背風那邊 要不然大風起上來 門都開不了 還有 有些營地很依靠季節性的水源 如果露營之前 比較少下雨 就要多帶點水 似乎我這個團長 真的領導有方 大家做得這麼好 好 好 掌勵你們開始煮東西吃 那就是煮給你吃 那就是煮給你吃 好 嘩,這麼濕的? 昨晚下雨來嗎? Andy,你少來露營了 這些就是俗稱的倒汗水 一般來說 因為人夜晚在帳篷裡呼吸 所以近帳篷的空氣就會比較暖濕 當入夜,外面氣溫下降的時候 就可能有小碎點形成 尤其是包圍帳篷的天幕內側 情況就像一些比較暖濕的空氣 經過一些比較冷的海水 不是下雨所形成的 要避免這個情況 窄營的時候 盡量把天幕和帳篷避免接觸 又或者可以打開窗口 門口等空氣流通 吃吧 吃吧 天文台說 今早也有20度 為什麼這麼冷? 雷Sir,你有沒有聽過 新界再低幾度嗎? 我們現在在大美督附近只有15度 一般來說 秋冬季節在天狼氣清 細風和乾燥的情況之下 新界地區的輻射冷卻會非常明顯 在這些日子去郊區露營的時候 晚上要特別注意保暖 所以來郊外露營 戴舊保暖衣 和保暖的睡袋 就保證你有型 喂,話說回來 你們站在這裡幹什麼? 還不會收拾好些東西? 團長 喂,不拍了 老闆叫 你自己認一下吧 老闆又叫了 拜拜 喂喂喂 這樣也可以啊 好嗎? 來到郊外露營 非常好啊 不過你不做事了 兩手空空 雷Sir 你不要這樣 不是這樣才有畫面嗎? 哇,很難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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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